第四季节目 小四面 操地方买操药 快快快 好 大哈 小伙子都开饭去了 不好了 来瓶了 你干什么呢 把干 我来瓶啊 黑龙坏腾监先生的属性 出去 小的为什么要叫我当队长 因为你会忽悠鬼子 这叫有啊 画你小的吧 他忽悠 我说没 操有卖好朋友 好了 下一个 好 下一个 好 嗯 大家都要记住各自的任务 今天咱们要活着腾炎室 不能连战 走 好 听上去 马上复制山盘 消灭清溪令所有的纵鬼人 我带黑龙会的人冲进去 用炸药炸开墓血 是 通知发报员发电 电文如下 八路军已经逃入清溪令 王军遭到顽强抵抗 不得已用炮火 将八路军全歼 清溪令遭遇轻微的损毁 王军将在最短的时间内 修复墓葬 明天把这个消息 发布到昭和日报 是 这小鬼的家伙干嘛呀 你 你傻呀 当儿是假戏灵了 这别废话了 快点没咋样我 这个干人呢 这还不服从互 里面的八路听诈 你们已经被报围了 再不投降 我们就要用炮轰了 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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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小时候要拿炮轰咱们 震惊震惊 都别慌 又来人了 你们的 什么的干活 不干 我来往黑龙会滕叶先生的复权 出去 我也是黑龙会滕叶先生的复权 我也是黑龙会滕叶先生的复权 你 我不是 你 你 你 等你快 水鸣 接着装 好 行 装好了 待会就 小鸣开放 怎么办 快点三药 疼 疼也是 还没找着呢 快不了这么多了 再不打西鸣就罚了 快点 把马上 好了呗 好了 好 先把坏子 你先弄 什么刚好 我挖来挖 快跑 你帮忙 快跑 等下 等下 小鸣的摩理法文 是拔路来了 拔路 陶燕军 这里会掩护宽撤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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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白天还说等着他们来救他 说来就来了 来 秦 咱赶紧跑了 明白 老公 赶紧来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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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藤衣室上哪儿去了 警察 我们不能再这么找下去了 再找下去的话 日本人会帮我们包围的 要不咱们直接叫他试试 老副官 来 副官 你呀 用小拐的话 含藤衣室 说不定他能出来 附近路上 附近路上 我在这里 来 那边 走 来 他妈的 咱们两包人都追的 这医 别出事 快 快快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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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枪 枪丢了 要不然走开了 连枪都看不住 还想玩英雄救美呀 那好 我送你们俩一块上西天 瞧几三快开枪 六党快撤 金山哥 快追 金山哥 不要再哭了 老大没有来 你骗我 你骗我 我只是骗骗 骗骗老鬼而已 你笑得怎么样 不行 我快要死了 别 别 别 让你死 死不死 阎王爷说了算 不是你说了算的 你坚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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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你回去 亮亮 我 我有最后一个心愿 临死之前 你帮我 还散巴鲁军的衣服 我不想死的时候 还穿着鬼子的衣服 是 刺划 想想Unis呢 衣服 就差一点 我就抓着藤妍了 咱们叮嘱她 她早晚都是我们的服务 我们应该庆幸的是 就是这犀灵被绑住了 可是这一次没抓着疼你 小鬼子就会更加的地方 如果哪一天 我也光了 你别胡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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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一天 我们这突击队 都被打光了 我相信只要有八路军在 西林就不会被日本人给夺走 我心里也扔下了 到底是我媳妇 你怎么又来了 你来了你 不是 我说的是事实嘛 你看人家老婆说得好 心有灵犀一点通 想去随机 想去随口 对吧 不是 什么我一直在想啊 你看咱俩两口挺好的啊 那一家我认为是男的 对吧 打鬼子就是应该的 你是女孩子家家的 你 你你你你你 你大男子主义又犯了 不是 你说这扛枪打仗的事 这女孩子那 她就是那个 不是 我说错了吗 你是我媳妇 你很满足我也很满足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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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 能不能别老提这两个字啊 我 不是剩哪两个字啊 满足还是媳妇 太阳同志 队长 队长 程队 我把鬼子的山炮都给炸了 看她怎么炸弹西领 你小的太牛了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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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陈总 老婆 亮亮不见了 亮亮不见了 天下 天下 面对天下 废贵 废贵 谁亮亮啊 废贵 亮亮啊 废贵 走 亮亮 我好困难 我想睡一会儿 你先走吧 我不走 不 你不可以吹 不可以吹着 你吹着就醒不了了 你不可以吹 你不可以 没关系 亮亮 临死之前 有心爱的人陪着我 我就心满意足了 你为什么要替我挡子弹 是我害了你 你不要死 你别让我成为扫把星 傻瓜 说什么胡话呢 为自己心爱的女人去死 那是一种荣耀啊 亮亮 我只想知道 我替你挡子弹的时候 我是不是害男人呢 是不是 男人 当然男人了 谁说你抱男人了 那我就放心了 亮亮 破坏 杭丽 卫生哥 发现的没有 没有 没有 小亮 没有 亮亮 亮亮 露宝官 亮亮 我还有一件事 想拜托你 这是我最心爱的东西 我就拜托给你了 亮亮 想我的时候 就拿出来看看 我不要 你要活着 你要叫我写字 你要好好活着 你不会死的 我带你去找大部门 你不会死的 我马上就能找到大部门来了 你能拼命活着你牵制住 亮亮 我好想摸一下 你的脸 我好幸福啊 我好幸福啊 我是天底下 最幸福的男人 有的人死了 人家看不见 死了 反而却走进 走进别人的心里 人生啊 就像谁所思 我 我喜欢 我喜欢死 吴福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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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睡啊 你别睡 我带你去找大夫队 找小吉诚 找最好的大夫一定能救他 你会睡啊 小吉诚 你在哪儿 我去杀你的 小吉诚 你在哪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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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问 小吉诚 你在哪儿 小吉诚 你 bitter 我提 Fuck you 你怎么这么乱呀 他不会死了 别哭了 怎么样 不过可有气呢 没死呢 不过还有气呢 没死啊 他还活着了 不要啊 扛下他 快点 走 快 停着 走 快点 走 这次行动 阻止了小鬼子倒掘西陵 炸毁了鬼子的山豹 我估计小鬼子一会儿半会儿 没有这个能力 再对清晰陵下手了 大俩 虽然这么说 但是那个藤野屎没抓着 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 那我们就继续寻找战绩 季山 小花 这回你们突击队干得好 我要向上级请示 给你们报公 你先别笑 我还听说你的手下 打了一个日本记者 报告团长 不是我的手下 我打的 你打 好样的 大伙 把小西山关机闭 不是 团长 这这 这边的 是 是我 为什么不阻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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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不能这么做 你要保重 陛下交给我的任务 需要你带领我完成 不 将军 不是已经扫平了八路驻地吗 言和自尽 可是我们在山谷中 受了八路的埋伏 将军 即便是中了埋伏 对您来说也是功过相抵 就算是失败了 我们也要鼓起勇气勇敢面对 在没有取得胜利之前 切腹是懦夫的行为 那还要可以 但那也要不要 不能按搜寄 我可以按搜寄 我就是个人 是对 我的名字 是对 到了 本将军命令 马上在此地搭建筑地 我要看着锡灵 我要在这里完成天皇交给我的任务 不然 我绝不回去 怎么样了 小事点 问题不大 他刚刚做完处理 你们可以进去看看他了 没事吧 鲁贵 谢天谢天 您是没死啊 明大 阎王爷他不骚我呀 现在感觉怎么样 就是滚膳没力气 那你休息一会儿 不 我怕一闭上眼睛啊 我这辈子就见不着你了 那我 在这儿陪 陪你 嗯 你渴不渴 要不你喝水吧 不用了 那 我叫炊师班给你做碗面汤 不用麻烦了 不用麻烦了 亮亮 你在这里陪我 我就很开心了 听来 老婆 来 老婆 怎么是你啊 是我呀 怎么了 不希望是我呀 没有 我以为是 我以为是亮亮的 原是亮亮 都是阶级兄弟嘛 是不是 对对对 我要是不行了 我拿回去 让阶级重新送 别这样 小子 我觉得吧 都是阶级兄弟啊 我觉得你送就对了 特别合适 亮亮就给夫妇当护理去了 给谁当护理 不怪 还有 不 这亮亮还会照顾人呢 怎么了 你是怕亮亮不会护理 还是觉得她照顾富贵你 吃醋了 不能 我怎么可能吃醋呢 就是我就是在想 你说这亮亮啊 这一天到晚就毛手毛脚的 跟假小子一样 对吧 她呀 哪会护理人呢 都是人家照顾她 她 跟你说这好不容易有人喜欢她 她别这毛手毛脚的 护理的过程当中 这把人给吓跑了 你提我挡克子的 我照顾照顾你不应该呀 就是 我不太会照顾人 你别嫌我照顾得不好 亮亮亮 你讲话真是 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亮亮 都讲了 这个女人呢 是水做的 可是你呢 可是你呢 不一样 你呀 是一块石头做的 一块硬邦邦 敲不辣 杂宝片的石头 哦 到了了 你是一块 非常漂亮的石头 虽然说啊 从外表上看吧 你 你不太女人 可是呢 我还是照样喜欢你 夸我呢 还是骂我呢 当然是夸你了 姑奶奶 你连这个话的意思 都听不出来呀 但是我老是觉得你 不是担心这个呢 是 我承认就是你呢 反正经常当着我的面 就老是说把亮亮 当成兄弟来看 但是亮亮 他怎么不是这么认为呀 他就专门就围着你 一个人转 别的男人看都不再看一眼呢 你说这个亮亮吧 现在这么心甘情愿地 去照顾这个罗夫棍 你说你心里面这种 这种落差 我能够理解 没有 没有的事 演示 跟我在这儿演示 我跟你说乔先生 你越是演示 越是狡辩 越是说我是一个 不够大肚不够宽容的人 可是你是说我指导员 是这样的人吗 不是 我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吗 我是那种亮亮喜欢你 我就会不高兴的人吗 我是那种 急喜小鸭子气的人吗 当然不是的 我媳妇她还都知道啊 那不是你办的女人 受查了 受查了 查了 那其实啊是这样的 早晚我有个事要问你 你说这个亮亮跟富棍 你觉得她俩怎么样啊 好啊 你看啊 我觉得亮亮跟富棍 都是我兄弟 嗯 最好最好的兄弟 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对吧 好啊 替我挡子弹的时候 我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感觉 就那种滋味从来没有过 我当时就想了 如果你死了 我也不活了 那我岂不是白救你呢 张老伯当初替我挡一颗子弹的时候 我已经很难受很难受了 如果你再出什么事 我不得内疚一辈子 张老伯父和我还是不一样的吗 张老伯拿我当女儿 季山哥拿我当妹妹 你拿我当 当 我拿你当恋人 我不配你 您配你 小花 我这话憋心里好多年了 我就没人说 我就跟你说 其实亮亮对我特别好 我心里非常轻辱 我嘴上虽然不说嘛 我这心里跟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 我就盼着吧 我给我亮妹子找一好人家 我这心里就安心了 我觉得这副官不错 你说你关键的时候 为了亮亮 命都能豁出去 副官那亮亮 挺挺挺好 朱卉哥 你是知道的 我从小跟季山哥在一起 我就喜欢跟他在一起 现在我想龙拜了 这可能就是他们说的 那个字吧 就是这样子 可是你也要小的 我知道 季山哥不喜欢我 拿我当亲人 可就算是这样 我还是喜欢他 就算她跟张好会成亲了 我也一样地喜欢她 所以 我可能会孤独一辈子吧 亮亮 所以 乔基山是 种在我心里的人了 这辈子 拔不出来了 亮亮 我可以照顾你一辈子的 谢谢你 富贵哥 可是让你照顾一个心里 装着别的男人的女人 不公平 亮亮 你这是何苦 你这是在为难自己 为难乔基山 为难张晓慧 我不会影响他们的 基山哥拿我当兄弟我认 哪有兄弟会哥哥好事的呢 况且小慧姐又那么多出众 聪明 漂亮 能为能武的 你说得对 我就是一块石头 所以 我们在一起 谁都不会好过的 富贵哥 要不你也做我哥哥吧 我希望今天跟你说的话 你能烂在肚子里 你放心 我一定烂肚子里 那你快休息吧 妹妹在旁边陪着你 我是照顾啊 不得哪天啊 把小鬼打跑了 咱们啊 就举办一个非常多 非常热闹成亲的仪式 然后两人嫁给五官 你 嫁给我 谁说我要嫁给你了 我要嫁给抗日英雄 对了 抗日英雄就在你的眼前呢 当然 等我关门禁闭钞 蹲进闭的人 没戏 干啥蹲进闭的人 干啥蹲进闭的人没戏啊 这这 新年举行还三三六难呢 我那成英雄的路上 必须得有磨难 行了你 你别老拿你的胡闹 当光荣了啊 对了 这个 给你放这儿啊 你看 我知道你心里还是有 我在关键时候看出来了 你也别给我在这儿臭美了 知道我为什么给你这个吗 为什么呀 你要加一班 写检查 再见 潜索 我代表黄军向你表示建议 太军 太军 跟我去的那帮兄弟 没活着几个全死了 这完全是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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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团伪装成八路是秘密行动 黄军完全的不清楚 所以才会穷追猛打造成误伤 没有误伤 是往死里打的 没有伤 没有伤 都死了 好 死区的士兵 没人发 两块大洋 潜索 我得不明白 平时保安团胆小如数 为什么这次冲进黄军的阵地 与黄军交战 那我就告诉你 我们有几句俗话 人怕鼻 马怕骑 兔子骑了还有驴呢 弟兄们不想死的那么冤枉 不明不白的 他们是为了逃命 好了好了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现在 鹰木将军驻扎在西陵附近 我要负责滕野先生的安全 县城的日常防务 就暂时交给你了 帝政 站住 一 二一 走 一 二一 走 一 二一 立定 向头钻 踢不走 二一 检讨 由于本人一时冲动 打了颠倒黑白的 二一 日本记者 虽然违反了纪律 一不走 但是心里很痛快 二一 来啊 鼓什么点呢 小学生 我说你是 你是表公的还是 报团长 我打了俘虏 违反了政策 给八路军抹黑 那你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团长 那 那狗似的就该打 他颠倒黑白 他不承认说他们小鬼子 跑到咱们中国的地盘上来 挖坟盗墓干这缺德的事 我一定会找到铁的证据 好 你要拿出什么证据 火转藤业使 火转藤业使 李定 你说的啊 好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 全体都有了 李正 将座转 齐不走 小伙儿 你也来 来上来一下 天子那怎么火转 那也是 来 坐吧 李定 藤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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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想好呢 你 但是我向你保证 一定能抓着藤业使 要不然你关我禁闭怎么都成 你要是信不过我 我可以给你牵群立状 我不管你怎么说 二业 你只要抓到藤业使 那我就跟你立功售点 立定 向后转 藤业先生 鹰木将军驻扎在西陵 但那里周围的地势毫无屏障可言 八路一旦夜袭 恐怕凶度计少 还请先生 劝鹰木将军回城吧 鹰木将军是我大日本帝国的英勇武士 脾气耿直 这一次 战败了脸上一定无光 不会轻易回城的 我们只有尽快地 找到西陵的宝藏 完成任务 将近才有可能尽早地回城 可是 景尚军 我们赏花 往往只在意枝头的花繁叶茂 而忽略了根本 这些天 我养伤静思 才发现 获得西陵宝藏最重要的根本 请藤业先生明示 乔激山的几次出现 都使我们的任务功败吹成 八路军的突击队 就像幽灵一样缠着我们 只有消灭了乔激山和突击队 我们的任务才能够顺利地完成 先生说的很有道理 但乔激山神出鬼魔十分狡猾 如何才能把它消灭 我已经请将军 调遣了大日本皇军的特战队 他们经过特殊的训练 可以给敌人致命的一击 这一次 终于可以消灭乔激山了 拍 这一次的西陵保卫战 敌人已经受了重创 据目前的状况来看 比我实力已经相差得非常近了 所以我觉得 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非常主动 和积极的作战方式 现在的情况是 鹰木主战在西陵 咱们首要的任务 就是要活捉这个藤野手 反正呢 我在团长面前已经夸下了海口 大家都知道啊 都是好兄弟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关禁闭吧 你蹲禁闭又 又不是一回两回了 你怕啥呀 经过侦察呢 现在藤野啊 住在这一园 防守非常严密 而且这小的怕了 他不出门 活捉他非常困难 所以今天 咱们开个小会 三个臭皮匠 顶一个诸葛亮 啊 咱们大家合计合计 有什么好的办法 都说说 为什么不问问我 什么 用麒麟铁 您右腿也拾出来 啊 不行 麒麟铁关系到整个西林的命脉 要是有个闪失 那这是赔了夫人有遮兵 团长 我觉得罗福贵这个计划是可行的 太冒险了 再说了 这个麒麟铁 那是卧龙堂的镇山之宝 团长 你都什么时候了还镇山之宝 如果说小鬼子强行的开决西林 那麒麟铁就是废纸一张啊 麒麟铁放在感恩店是最好的 不到万不得已 崩盾 团长 现在就已经是万不得已了 如果说我们这个计划 您要是不让实行的话啊 我以前说的话都不算数了 那怎么办 你小子不能甩赖啊 你说过的就要做的 团长 看我们好不容易想出的这个计划 你又不让我们去实行 不是我不让实行 这个麒麟铁实在是太重要了 要是万一出了插座 职业承担不起的责任 你能够有个保证吗 关我团长 我又保 好吧 那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 是 是 青青的风 蓝蓝的天 太阳 太阳藏在云里面 太阳藏在云里面 红红的花 而开的眼 谁人把它曾红颜 忧伤的心 忧伤的心 忽红的眼 人生离别总难免 忧伤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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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忧伤的眼 忧伤的眼 人生离别总难免 我是风筝 你实现 陷得那套 把握牵 无论我飞得 多高多远 总会回到 你的身边 我是风筝 你是陷 陷得那套 把握牵 无论我飞得 多高多远 总会回到 你的身边 无论我飞得 多高多远 总会回到 你的面前 未经许可不得 的人 也许可不得 有点